中共的轰-20一定会比美国的B-2 甚至快要出来的B-21还要更先进 为什么 轰-20所有关键技术都建立在逆中上面 中共空军副司令王伟说 轰-20要开始是非 哇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讯号 它的坐在半径是5000公里 但是航程可以达到1万公里 在空中加油机加油的状态下 全世界它都飞得到 那个就会让美英澳联盟的AUKUS 遭受非常大的威胁 还有印度向来惧怕中国发展出隐形轰炸机 观众朋友一想到这些先进的战机会想到什么呢 是美国的F-35 俄罗斯的苏-57 还是中国的歼-20这些 当下世界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 而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这台战机 就是展开了是非的中共解放军的轰-20 根据这个军武专栏的说法 这架作战飞机的半径 上看到4到5000公里 那如果配合这个空中架游机的支援呢 它是否就是解放军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最后一块拼图 三位一体很简单 陆、海、空 对不对 陆基的长程弹道飞弹 它是飞到了外太空再飞回来 叫做重返大气层灾距 叫ICBM ICBM这样子的就是战略弹道导弹 那个是陆基的 那海基呢 那就是潜艇 近级战略飞弹潜艇 094型 那空军呢 空军 其实 来 大家看 我今天特别带来了 这个叫做轰-6型轰炸机 轰-6K 那这个轰-6K的设计 平良心讲 已经超过60年了 再来看 我右手边 拿的是另外一架 这就是类似像 这个轰-20的原型 事实上 这一架是美国的B-2 但它的外观 几乎是一样的 注意 左手跟右手中间 这两种飞机的外形差距 你的感觉是什么 是不是 好像跳了另外一个时代 不是同一个时代 不是同一个时代 好 我告诉各位 它跳了两代 差了60年 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一点 就是因为它跳了60年 跳了两代之后 直接跳进了隐形轰炸机 今天轰-20 它所有的关键技术 都建立在逆中上面 所以它在逆中上面 一定有绝大的航电科技进步 以及怎么样让它的喷射尾燕 达到最小的地步 以防什么 以防地对空飞弹的攻击 还有本身它的涂料 涂料科技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B-2它能在多少次的 比如说像我们在 科索沃的战争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 或是它奔西利比亚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到 B-2它是从来不会被击落 那中共的空二十 它一定会比美国的B-2 或甚至快要出来的B-21 还要更先进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的代差 B-2是什么时候服役的 B-2是在2008年服役的 现在已经2024年了 是不是又将近要隔了一带 也就是已知的所有的逆中科技 大陆都知道 所以中共空军副司令王伟他说 第一 轰二十最近 它们要开始是非了 哇那这句话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就说最近要开始是非了 因为从来这个数字都是绝密的 我们都不知道说 轰二十已经讲了好多年 但是怎么会突然这个时候说 要是非了 可是我们现在一张照片都看不到 我们看得到的都是一些 就是想象的示意图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大家就知道说 如果真的解放军空军 可以让轰二十早日加入这个 也就是说 空军的行列的话 你要晓得 它的作战半径是五千公里 但是它的那个航程 它可以达到一万公里 在空中加油机的 加油的状态下 那就跟美国的B2一样 全世界它都飞得到 那个完全不一样 那个就会让美 英 澳 三国 联盟的AUKUS AUKUS这个联盟 就遭受非常大的威胁 还有印度 印度向来惧怕 中国发展出隐形轰炸机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跟你讲 到时候整个战略的军事 都会改变 刚刚我们刚提到 像是不论是美军的B2 还是中国的这个令人期待的 轰二十 说到逆中轰炸机 是不是也要提一下 这个俄罗斯他们的 PAKDA这一台型号 那个俄罗斯的PAKDA这一架 它应该是从什么 它应该是从猎人B 无人攻击机 开始发展过来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立项很久了 本来是在1990年 就开始要发展PAKDA 为什么 你不能让B2专美于钱 所以说其实俄罗斯 当时就遭遇到了 因为它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计划就搁置在一旁 可是它有没有这个know how 绝对有 所以为什么PAKDA 它能够在 就是在几年前 它就已经决定说 这个逆中轰炸机 它要出来 不过我要特别讲到 那个俄罗斯的这个PAKDA 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说 它在这个轰炸机上面 它的左边跟右边 它都有一块 这个突起的什么 就是水平的 平衡翼就对了 那对于逆中性能 一定是会减分的 因为看过所有的 这个外电以及报道 就是它都有这个突起的部分 那是会对它的逆中性能 造成影响 不过这一架PAKDA 它可以载弹30吨 那远远超过B度 然后它的航程 也可以达到 一万五千公里以上 也是全世界都飞得到 所以它的进度 可能会比轰二十快一点 可能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 俄罗斯这架隐形轰炸机 正式面试 我们说这些逆中的隐形战机 是透过这个外形的设计 来吸收雷达波的隐形涂层 跟减少电磁波的反射 进而达到从雷达上消失的隐形效果 在战场上就跟幽灵一样 神不知鬼不觉来进行打击 不过呢 现在有中国科学家 他们说利用了这个星链系统 侦测到了大疆民用这个无人机 然后从这个理论去反推 敲出说 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侦测到 美军隐形战机这件事情 是的 这个新闻我有特别注意到 而且因为上节目 我还特别做了查核 应该是没有弄虚造假 应该是有这回事 因为理论上也做得到 那特别说明什么叫星链 我们所谓的星链就是Starlink 对各位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 那个马斯克先生 他那个企业 那他正式名称应该叫做低轨道的通讯卫星 一般我们在地链 地球表面 我们行动通讯 我们手机联络 是透过基地台 行动业的基地台 接收讯号 发送讯号 那所谓星链呢 就在地球上头的低轨道 密布了很多通讯卫星 那我们直接用手机讯号 跟卫星联通 所以苹果跟华为 有些比较新的款式的手机 都是有卫星电话的功能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了 为了能够达成通讯无死角 能够这个跨越山海的距离 空间距离 所以根据我查询 这个马斯克的星链 目前有5650颗低阶轨道卫星在上头 而且还持续太旧换新中 增加更多 那么回到现实层面 因为所谓的隐身战机 不管所谓的美国的F2F35 或中国的歼20 甚至苏联的苏武器等等 基本上都透过特殊的逆中构型 来减少接变机的雷达波 另外一方面 则是透过特殊涂料 来减少雷达波的反射 可以让一台战斗机 接变机相当于一张A4 或者两张A4 只当那样大小的反射的面积而已 那么虽然说 它可以避过雷达波 在地球上空飞行的时候 因为密布着很多 所谓的低轨道通出卫星 它的电磁波难免会受到飞机 飞行轨迹的干扰 而产生了一个变动 电磁波的变动 所以它用这种间接手法来 侦测出所谓的逆中飞机 当然外国媒体也有提到 它特别提到的是DJI 就是大疆 就是说确实有侦测到 这种电磁波的异动 那证明飞机存在 那有可能用同样的原理 来侦测到逆中战机 不过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因为首先逆中战机 飞得比较高 也飞得比较快 它的构型跟无人机还是不一样 大疆无人机还是不一样 那么在实验室做得出来 那在战场实用上 能不能做出来 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呢 要讲到运用信念 那美国人最有资格讲了 因为信念毕竟是美国人的企业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这个功能的话 美国人应该获利更多 所以这只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一个科学新资 军事新闻的进展 那当然有额外的意义 因为在传统上 在地面上如果有那个 开射这个雷达 来照射天空中的这个战斗机的话 有时候会遭到反辐射导弹的攻击 它真的到你有雷达波 就马上发射一枚反辐射导弹过来 摧毁你的雷达基地 所以马上就要关闭雷达讯号 那如果用信念来探测的话 基本上可以避免所谓的 反辐射导弹的一个攻击 这是额外的收获 不过最后我们一提 台湾有没有可能发展自己的信念 就是鉴于俄乌战争 这个乌克兰受到信念帮助很大 那万一哪天 这个台湾受到境外势力攻击的时候 所谓的资讯通讯基础建设 已经是第一波被攻击的目标 那有没有可以用信念来取代呢 这个理论上可能但难度很高 首先是信念呢 毕竟是美国人的一个企业嘛 那按照我们国内的行动通讯法规 是不容许外国人的这个企业来经营 除非说有双方的合作 第二点呢 它还是市场导向的 战争企业有可能提供帮助 也有可能就放弃援助了 最后一点 如果自己要做信念的话 因为所谓的低轨道通讯卫星呢 它会随着地球自转而变动 所以大概一颗卫星 大概涵盖的范围大概只有三到五分钟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台湾版的信念 至少要发射一两百颗卫星 才能够建出一个完整的通讯 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是有在努力 好 那最近这个军事迷注意到的呢 还有土耳其海军首艘 这个两栖突击舰 安娜杜五号 它在飞行甲板上 展示了两架无人机 并且土耳其方是很自豪地说 这艘两栖突击舰 是世界上第一艘的无人机航母 这说法也是蛮膨胀 想问一下立将军 这艘舰艇究竟有没有料 是不是第一艘我们不敢讲了 但是之后来讲的话 076一定是比它带的无人机要多 而且形势更多 这是必然的 那土耳其这个国家很特殊 你一个国家要建军来讲的话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第一个你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你国家面对的威胁 你的家常问题是谁 第三个你国家经费是多少 有多少预算经费 那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 土耳其其实你说危险 也蛮危险 但是说安全也很安全 因为它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 那它又横跨欧亚两周 那它的地理位置来讲 又卡住这个欧亚两周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俄罗斯的黑海 要经过它的国士布鲁斯海峡 才能够进入到地中海 然后完了以后要经过这个 要到红海以后 才有可能到印度洋 所以它站立了地缘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这是它地缘来讲 但是它经济上面来讲 平常讲 这段时间它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那因此我个人认为 它发展这种武器来讲 主要目的 当然也就是它能够确保 它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不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 不管是俄罗斯 如果说想要占领这个地方 就是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 能够让它的黑海舰队 能够进入到大西洋 当然它也要防止 说是像以色列 因为它是穆斯林的国家 那当然也要防止到 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北约国家 那以后对它的这种 不管攻击 或者是有不良的企图 所以我觉得它发展这种武器来讲 对它来讲应该是足够了 它不需要去发展那种大的航空母舰 那它只有这一艘航空母舰来讲 对它来讲应该是戳戳有余了 那未来的战争形态 势必是一种无人机 我们知道每一种武器的 新的武器出来 往往都会改变战场的形态 从第一次战争 以前来讲 我们看到拿破仑战争 都是弹兵排在一起 要一起前进 有机枪出现的时候 你的战斗队形就要改变了 就要不断卧倒 要进 然后当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豪沟的时候 那后续来讲 就是有战车发明 有战车出来的话 豪沟战就已经变成历史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像这个 以前来讲有阻力舰 对不对 不管是大核号 或者是德国的RFP4号 这种大型的战舰来讲 等到有航空母舰出来的话 这些大型战舰就无用武之地 那这次从俄乌战争 我们就很明显看出来 当有无人机出现的时候 这些战车来讲的话 就只能当乌龟 这很明显 上次我们都看到 俄罗斯弄了一个乌龟战车 在那边挡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攻击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军舰来讲 制造出来以后 对他控制 不管是地中海 或者是黑海来讲的话 应该是绰绰有余 面对美国空军的战略威胁 中国大陆空军副司令员贾志刚 在珠海航空展当中 曾经强硬的表示说 解放军将会打造 强大战略威慈力量体系 那么大陆的军事专家宋忠平 就解读说 贾志刚的这番发言是暗示者 解放军在不久之后 会推出轰-20 隐形轰炸机 来对抗美国预定在12月 要推出的B-21 这个突袭者战略轰炸机 中方现在要推 轰-20隐形轰炸机 好像要锁定的是B-21 黄老师你怎么看 从目前我们所取得的 这个资料来看 这个轰-20 它可能配备了 哪些先进的技术呢 以您的了解 技术我现在没有看到 什么公开的资料 但是我要回归一个本质 这种轰炸机是基本上不是战术 是战略轰炸机 对不对 1999年炸管事件的时候 美国是从路易斯安那的 怀特曼基地 多少次空中加油 飞到南斯拉夫精准打击 今天我就算有那个飞机 我没有空中加油技术 我中间所有的 这个到达那个打击区的 这个配套我都没有的话 我怎么把它变成战略轰炸 战略轰炸 这些战略轰炸机 基本上要达成战略上的效果 那么我觉得 不管它是copy 或者是别人要有的我也要有 或者是说不同的中国大陆的 国有的飞机制造商 为了要自己的生存 一直在开发新的项目 这些我们通通把因素放进去以外 放进去之中 我们再来看 其实有一些单件的 单机的 Prototype 预作 试作的 那些要真正变成 一个真正有吓阻力量 或者一个战略轰炸能力的 一个机群 达到战略效果 那条路是蛮长的 不是因为它可以造这个飞机造出来 就有那个效果 大家考量的是相关 它旁边配套的 我会隐形 但我空中加油没办法加到我要打的地方 我赢也没有用 对啊 那可是看到说美中两强 现在纷纷推出他们这个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靖哥您觉得 观察两国在这个战略空军上的竞赛 您比较两军 我首先要这边澄清一个观念 在传统的军事思想之中 战略空军是各打各的仗 没有什么对抗 但是战略空军是执行战时任务 要能够支持国家整体的军事战略 无论是平日所进行的战略吓阻 或者战时的实际的用兵 第二个就承入刚才黄老师所讲 能够在战时的时候 野战用兵的时候 能够遂行它的军事任务 所以战略空军不光是只有轰炸机 它也有远程实施运兵作战 还有空中加油的其他配套的军种 还有相关的指管通勤空中 这个太空联系这些通信一大堆的东西都在一起 所以不要把它载化成战略轰炸机 我们要知道所有之中要有这个所谓的作战性的杀伤 必须能够产生军事的意涵 而且要造成政治的影响 政治影响它才叫做一个战略的空军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还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就是说切入 假如说能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战略空军 就是要在野战用兵的状态的时候 能够保证行动自由的政治条件 也就是它可以运用或者跨越公海这个盟国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或者通过中立国的空域 实施火力投射或者空运或者加油 所以很多人只想到说我们运用海洋或者如何如何 诸位你即使运用海洋 你也要有海外的基地 也要有海外的布局 或者你要借到经过哪里通过中立国 这个盟国的空域实施战略打击的任务 所以要成为真正的全球大国 不是靠你推出一个这个轰二戏就可以解决 这是我们必须要一再的这个就强调 它有很多政治的配套 所以这个要强就必须是大国 要大国就必须走向全球 所以在这个地方之中 你能够如何在政治上完成全球的布局 然后去拉这些就是这个拉这个盟友 我认为这个所有中国大陆这个居迷的朋友好好去看一看 苏晴跟张仪的连横跟合纵 因为现在美国跟这个北京跟华盛顿的对决 两边就是一个要达成合纵去围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最近发起了一连串的外交攻势 就是联合用张仪之策希望去破这个局 那同样将来假如要建立战略空军 你需要的不光是自己 还需要有盟国跟中立国可以借到 所以来看一下中美两强的竞争 要多看一下纵横加的理论 那刚刚提到说在这次的欧战争当中 这个无人机的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吃重 那这次的珠海航空展的一个亮点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中国大陆所研发的无人机的科技 其中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 所研制的这个彩虹漆备受瞩目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备了持续侦察 还有这个警戒探测防空压制 作战支援还有发射飞弹的能力 另外制空时间 就是停留在空中的时间 可以超过30个小时以上的TB001A双尾歇A 也是解放军 那么常常在这个台海周边 还有穿越这个公国海峡的利器 我请教一下老大 珠海航空展上面出现这个中共的无人机 您的评估未来 我们刚讲到这两款 至少是两款 哪一款对这个台海的威胁 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其实在这一次珠海这个航展当中 中国大陆是展示很多不同型号 不同类型 不同用途的无人机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 它除了无人机以外 它也出现了很多无人的地面装备 无人的海上装备 所以你只说哪一款无人机 对台湾威胁最大 这个是见数不见宁 你要知道中国大陆是当今全球无人装备研发生产运用的大国 中国大陆是这样 如果在最近50年才有的东西中国大陆很强 你说一两百年前西方已经开始就像刚刚讲那个发动机 这个中国是很累的 但是在新的东西中国的那个 在研发创新这一款 所以在无人机方面 你要知道美军最注重的对次航战 注重的不是无人机 是注重的新型两栖战车 无人的新型两栖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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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两栖战车弄台湾了嘛 对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说台湾海峡未来要面对的场景是什么 大规模无人化的武器装备 海陆空都有 然后配合有人武器装备 甚至完全是无人化作战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我们要那个 所以新年来讲就是我军要如何有效应对 它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 也是一个很急迫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再讲 哪一个哪一个 对这个那个不行 就考虑整体无人作战 这个智能作战 这个情况该怎么应付 我顺着老大这番话 我就进一步请教委员 就是说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不只是无人机 无人船舰 甚至将来也许有无人飞机 就是一般的这种战机 无人化的作战 就是未来是不是成为作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形态 那以我们的了解 台湾这边的话 因为台湾也在发展很多的这个无人机 那对于这个未来的战争形态 既然有一些转变的话 您会观察未来的一个态势 会是如何的发展 无人机对台湾的威胁比较大 那个船舰事实上还早得很 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两型 像这个双尾鞋就是属于很重型的 它最大可以到1.5吨 所以我们一般看就是续航力 攜带的弹药量 然后它能够飞多高 然后是不是真打一体 那个侦测的准确度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俄乌战争就有 用无人机来做战场的侦察管理 对 已经发现这个 然后再做攻击 那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说 这个它如果用无人机不断的干扰我方的雷达 那我们会不堪其扰 因为可以做得非常小 而且还有风群作战 如果风群作战 事实上也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等于是像布了一个网的感觉 是啊 像上千只 事实上你已经看到 双拳难抵四手 对啊 饱和攻击 那就会浪费掉你的飞弹 比如说你到底有多少飞弹 可以打空中的攻击 那如果来的都是无人机呢 而且它现在还要把它的那个 报废的飞机改装成无人机 所以那个就是要耗费你的飞弹 是 所以啊 基本上现在面对无人机 真正的就是这个 反制之道是完全是 袭杀别人管制无人机的指管 通勤系统 就是完全割脑战 那至于无人舰船呢 我觉得有一点 大家都是 大家观察这个是最大的盲点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29条 这个战舰的定义 无人舰舰啊 将来在海上作战 跟战争法规啊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会怎么样 因为它不符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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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